好的,我们来看后面的原点阅读 其实原点阅读的是两首歌 我倒是推荐你去把这两首歌找来听一听看 可能你听歌的感觉会比直接学这些一个单词要来的有意思 第一首歌是托马萨奎纳 然后他说的,他写的这一首Panis Angelicus Angelicus将来是天使了 说天使的梁,Panis 我们早饭,或者说麦当劳还是什么的 出的早饭的帕尼尼就来自于他 说Panis Angelicus,天使之梁 说Panis Angelicus,Panis hominum Fit是becomes,成为 说天使之梁成为了人的梁 Panis hominum,一个附属的数个版 Dat,Panis,Kairicus,Figuris,Terminum 很好玩的一句话 Panis还是天上的梁 Kairicus 这个词的话 其实在 中世纪的时候写作是这个样子的 是这个,然后跟A的一个合并版 A的一个合并版 所以书本上给我的是这两个都分开的这个版本 但是如果我这样去找呢 我找不到它 我查不出这个词来 查不出这个词来 但如果这样的话就说通了 Kairicus 有兴趣你可以去看看那个视频里面 他把这个词写成什么样子 Dat,Panis,Kairicus 我们前面学过是天和地那个天 Kairum 也叫它形容词吧 天的梁 Dat,给予,给, gives 然后Figuris Dolose,这个一杠啊 这个一杠并不是句号 而是他唱歌的时候 相当于在这地方一个小停顿的标志 Figuris Terminum Terminum Terminus 就是我们的Terminum那个词 终结 Figuris 象征 象征 带来了象征的一个终结 或者是终结了那种预言或者是象征 接着走 Oris Mirabilis Manducat Dominum Oris Ris 事情 Think Mirabilis 神奇的 啊 多么神奇的一件事情啊 前面的O都出来了 那就是呼格 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Manducat 吃 我想这个词就是我们 意大利语那个Mangere 吃这个词的出处 Manducat 说他吃 吃了谁 Dominum 他吃了主 其实这个是 吃那个圣餐的时候 耶稣的 肉 肉 耶稣的血 那个时候 零售圣餐的时候 唱的东西 Bauber Bauber Zerwus 和那些微不足道的人 Humilis 本来的意思是指的尘埃 Dust 那些渺小的 那些微不足道的人 好 来看后面 又是一首歌 又是一首歌 被称为 这个圣母哀歌 或者是圣母道歌 道歌 哀道的道 那 这也是他的作者 其实 Yacobone De Eda Todi Todi是他的出生地 就是来自Todi 这个地方 或者在Todi 出生的这个人 或者就是Todi 的谁 也是一位 相当于写这种 中世纪这种 圣歌的 这个作家 好 标题叫做Stabat Mater 几方少一个长音符 不过问题不大 Stabat Mater 这边上来看是母亲 母亲 正站在那个地方 Stabat 是我Standing 我Standing 那如果说 加拳一点 你可以看得更 透彻一点 就是 在第一句话叫 Stabat Mater Dolorosa Stabat 正站在那个地方 谁 伤心难过 Dolorosa 来自于Dolor 痛苦 痛 说 悲痛无比的母亲 站在那 换句话说 就是圣母玛利亚 其实是 我们往后看 你就知道 她为什么那么痛苦 说 Yukstar 他用了一个J 这就明显 中世纪的标志 因为在古典时期 还没有这个符号 或者没有这个字母 说 Yukstar Krokem Lakrimos Yukstar Yukstar 跟谁谁站在一处 站在旁边 或者说 站在Krokem Krokem 因为的Cross 十字架 站在十字架旁 然后 哀伤的 还是一句话 Lakrimosa 或者 满是 流泪的 满流泪 满脸是泪水的 Lakrimosa 来自于 眼泪 那个词 其实 接着走 Dum Bendebat Filius 大写的Filius 儿子 当他的儿子 被悬挂在上面的时候 Dum Vile 正当 说Bendebat 我想这个词就是我们那个Pendulum 摆锤 摆的那个词的处处 这是全挂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下来 Quius Animam Gemendum Kontristadam Et Dolentum 其实都差不多 这三个词其实都差不太多 说Quius 他的 Whos 当然就指着前面的圣母了 圣母的Animam 灵魂 灵魂 然后 Gemendum 哀叹 哀伤 然后 Kontristadam 还是 差不多意思 就看你怎么去组织语言 或者你有兴趣可以看看 中文是怎么翻译这几个词的 最后一个 Dolentum 又是痛 Dolor 痛苦 然后 Dolorosa 痛苦 D 这回来一个他的ing形式 一个 Gladius Pertransivit 我看到一个V 这是一个过去时代 其实 就是穿过去 谁穿过去 Gladius 箭 箭贯穿了他 箭贯穿他 Pertransivit 箭贯穿他 还有这句话 有兴趣的话去听一听这首歌 去真正的在歌声中去感受一下 比在这学几个词 我觉得要有一次多了 请我们这一段就录到这么多